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都快捂上眼睛了呢 而最近杨成林举办着徐活演唱会青春祝了谁 在高雄站邀请了特别嘉宾小鬼黄鸿生 杨成林与黄鸿生就读滑杠一小时是同班同学 也是杨成林的初恋情人 即便后来分手 依然成为彼此的好友 这间认识17年 因为杨成林曾经说过 再一次的演唱会对他来说意义会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黄鸿生的到来也并没有让观众感到意外 并且和杨成林牵起说演唱台语歌还不浪 唱完之后 不知道是不是回忆起以前的时光 杨成林说 我好感动 两人拥抱在了一起失声大哭 这一举动也是成功的掀起了演唱会的高潮 而被问到需不需要跟男友包围时 杨成林大方表示 他们都已经私下出来过了 你说呢 不仅如此 演唱会结束之后 两个人纷纷的社交平台公开发表感慨 而黄鸿生发的一些文字 更是让人感觉 到当时他们恋爱时期的甜蜜和惋惜 杨成林还在小鬼的微博下评论 可以哭 两个人在舞台上拥抱感动到哭 发布的微博又是这么的温馨 有网友说 与佳男友的关系不仅没有破碎 还能这么大方的拥抱真的很让人感动 但也有很多网友觉得 你们这样李荣浩真的不会吃醋吗 现在的男友李荣浩会这么想 也有网友乔凯说道 李荣浩 我眼睛小看不到